今天花了6块钱从飞瓶站 讨了一个报废的电饭锅 其实呢像这种 报废的电饭锅大家呢以后就不要再卖掉了 我们呢只需要 把上面这个发射盘给它拆下来 它的使用价值呢立马就翻倍 很多人都不知道 首先呢我们先把发射盘上面 这两条线给它先 拆下来 这个操作是非常简单的 只需要啊给它接两条线 然后呢它的价值啊 就变得非常的好用 其实呢它比电饭锅 价格还要贵 好三个螺丝拆掉以后 然后呢我们看 这个发射盘就把它拆下来了 然后中间的这个是磁缸 这个磁缸呢我们把它拆掉也行 不拆也是可以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 在这个发射盘上面接两条线 我们用它呢就可以快速的 维修加利亚坏掉的LED灯 如果像磁缸呢坏掉以后 没有加热台 是没有办法更换上面的小灯珠的 操作的时候呢我们 主要呢就在这个发射盘上面 接两条线就可以了 一条火线一条零线 非常的好用这个方法 你看就这两条线接好之后 然后呢找两块砖头 把它给支起来 垫起来固定一下 就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把这个电源给它插在插牌上面 现在呢我们用它就可以快速的维修LED灯了 像这个灯珠拆卸的时候呢 如果没有加热台是没有办法拆的 所以说呢我们用它就会非常的好用 我们来测试一下 看它到底效果怎么样 用个螺丝刀呢 把这个灯板给它先按住 这样呢它就不会来回跑 这加热速度是非常快的 大概啊两分钟 就可以把上面的灯珠给它拆下来 你看现在已经一分多钟了 灯珠标上已经有开始猫泡了 说明啊两标的焊锡它已经融化了 然后呢你看我们用镊子 就可以轻轻的把它给薄掉了 现在还差点温度 没问题了是吧 你看这灯珠就这样一捏就掉了 然后呢现在把它断掉电 把掉电源以后呢 其实这个上面灯板上面还是有温度的 你看还有余热的怎么样呢 用它拆个灯珠啊 其实呢比买个专用的加热台还非常 还要好用 而且呢这个成本也非常低是吧 只需要呢六块钱弄个报废的电饭锅 里面拆个这样的发热盘 就可以快速的维修家里的LV灯就行了 我们拆的这些灯珠其实还可以接着再用的 下次修灯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灯珠就这样给它再 用这个方法呢 给它再焊接起来就可以了 怎么样啊 这个就是非旧电饭锅 拆下发热盘 它的一个特殊妙用 然后它的价值呢 你看这样使用 价值呢就立马翻倍 OK